除了每年需要缴纳的年费,房屋保修需要收取一定的服务费用,保单持有者每次要求服务人员上门检测问题时,收费大概在75美元左右,若需要多于一种维修人员来处理,比如同时需要水管供和电供,业主可能需要向每位人员分别支付服务费用。 房屋保修更有助于那些在置业时已经掏进积蓄的业主,避免额外的大笔维修支出,对于卖家而言,为新业主购买一份为期一年的保修可保障自己,避免售物后有问题出现时,买家做出投诉。 房屋保修最主要的不足就是它不会涵盖那些历久失修的设备,在最坏的情况下,不诚实的保修公司会利用维修适当为理由而拒绝赔款。 也有其他的情况,例如,业主在电照维修人员上门时,因设备适合经过适当的维修而发生正义,并且住宅保修有大量不被涵盖的范围,亦有每年每次维修的金额限制。 但是相比之下,Home warranty的费用比许多修理或更换家中的主要设备来得便宜,这亦是Home warranty最重要的卖点之一。 所以购买Home warranty的时候一定要搞清楚Home warranty维修的范围具体有哪些,以及每年每次维修的金额限制到底是多少。 字幕开吱